很早之前就有为老奥迪写篇文章的想法,但是种种原因给耽误了,今天总算下定决心开始写了,就是下边这个老家伙,没错,原屁股的那款,一气奥迪2004款A6C52.6, 2.8L豪华版,搭载2.8升自然吸气6缸发动机,CVT变速箱,当年只倒价49.32万,下文称之为66,2004款奥迪A62.8V6CTV先讲讲66的来历,我家里是做生意的,生意伙伴之间有些时候不按套路出牌,欠钱用物质顶帐,说好听点叫顶帐,其实是耍赖皮,就这样, 2012年年底我爸的生意伙伴,用这辆车,抵消了17万的货款,起初,我爸不想留66,打算用它去置换一辆SUV,当时看上现代IX35了,我爸以为置换再加上3-5万就可以了,但事实证明他想多了,13年暑假,我开着他去北京现代4S店做了个评估, 店里的评估是开出的置换价格只有8W,连顶帐签的一半都不到,赌气就不换了,当时车况还不错,里程表只有10万出头,开着坐着都很舒服,干脆就留下了,随着我价龄的增长,开国的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觉得这真的是辆好车, 现在一直在庆幸当初没有置换掉,虽然这是十多年前的产物,但是66的前脸看起来依然很严肃,上下分皮式的隔山,掀气大灯并不过时,重点是中间还有四个圈,当时满大街跑的可都是方壳子,在好多地方,桑塔纳都能算得上豪华车的年代,奥迪A6在路上的吸引力,不亚于如今的宾利, 66这一代是奥迪A6第二代,诞生于1999年,底盘代号C5,所以人们都叫它A6C5,这一代的A6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外观方面,一改以前方头方脑的作风,使用了大量圆润宝马的曲线,使这款车的风阻系数,只有0.28,在当年,几乎是标杆一样的存在,2004款的A6, 最便宜的1.8升手动版指导价都要30万,再加上政府大量采购的原因,所以当时能坐这车的真的是非富极贵,掀气大灯和雾灯点亮的效果,现在看来已经在普通不过了,前大灯带清洗功能,喷嘴是翻转式的,当时其他的豪华品牌喷嘴,还都是外路式的,侧面也是圆圆的, 连车顶都不是平的,沿着窗户一圈赠光马亮的镀刻条,延续着贵族气息,车身长度不到4.9米,这已经比国外版本涨了90毫米了,奥迪到底是家常界的杠把子,早在上个世纪就在研究为中国市场家常的事了,轴距2850毫米,放到现在只有B级车的水平, 但是由于后悬架采用有力量的形式,所以后排很宽敞,翘二郎腿还是很轻松的,您可能不信,这么牛的豪华车竟然后版悬,事实就是这样,毕竟是将近20年前的设计了,车顶后部也装有鲨鱼旗,不过相对于宝马的,显得太小了,后视镜采用的是双区绿的,形式,镜子虽小,但是视野不小,轮程使用的是5V大型, 大字形的设计,浮条很宽,显得十分大气,当时肯定也特别能彰显身份,轮胎尺寸是20555216,现在看来有点小,原装轮胎是米胖子的,后来换轮胎的时候考虑到性价比,我换的马吉斯的,现在跑了3万多公里,还不错,屁股依然是圆润丰满, 在如今这个线条时代,略显臃肿,右侧贴着2.8的标示,排量就是王道,能给人强大的气场,排气形式是单边双出,当时大多数车辆,还都是一个排气筒,这已经很不错了, A6从这一代开始最下边就使用了不同颜色的包围,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看右侧的尾灯亮着,这是驻车灯,车辆熄火后,转向拨杆拨到哪边就哪边亮,气到尽是后车的作用,内饰方面,没什么亮点,方向盘连个按钮都没有,桃木条在岁月的洗礼下,也变得暗淡失色, 但是其尊贵的气质还在,以表盘简洁大方,中间液晶屏幕是行车电脑,可以看到续航里程,平均油耗,顺时油耗等信息,当时拍照的时候是刚刚不到24万公里,现在已经25万多了,来我家这几年也没少出力,多媒体控制区域,有一点很怀骨,就是控制台这只能放磁带,估计现在好多小朋友, 都不知道磁带是什么了,这车其实有CD机,只不过要放在了后备箱,桃木盖板放下来,多媒体控制区域是可以隐藏的,在下边就是座椅加热和空调的控制区域,双区自动恒温空调哦,中控台上就一个杯架,是弹出式设计,当时可能流行这个, 那个年代好多车都是这样挡把我觉得是这车除煤篇窗之外最大的槽点了,简直丑暴了,估计设计师的灵感真的来自鸡腿, CVT变速箱,手动模式是模拟六档,手刹右侧是后视镜调节键和多媒体的功能键, Menu可以对仪表盘中间屏幕显示的功能进行设置,估计这是奥迪MMI的前身吧,全车真皮座椅,前排都是电动调节,多少像我也不太清楚, 电动车窗,全车一键升降,非常方便使用,后排真的很大,而且座椅非常软,比日产的大沙发还要舒服, 换代之后的C6,C7的后排,就远远不如C5了,这方面奥迪真的在退步,后排有出风口和点烟器,重点是后排带座椅加热, 在冬天真的是太友好了,后备箱也很大,要是有小件物品滚到最里边,几乎要爬进去才能够得到, 左边的扣售里边是CD机,CD机虽然在后备箱,但是可以放六张碟片,所以几乎不存在经常打开后备箱换碟片的尴尬, 嗯,CD的下边是重点,作为烧机油大户,怎么能不随身带着机油呢? 发动机舱很整洁,但是毕竟年数长了,好多响胶原件开始老化了, 六六跟我这几年,没少进修理厂,因为他我和县城的修车师傅都混熟了, 好几次修车的时候有人过来看热闹,都不觉赞叹一句, 呦,六刚的啊,那时候心里倒是没滋滋的,六六这款发动机虽然是2.8的, 但是数据并不算美观,才140千瓦,190马力,280牛米, 不过是现在1.8T的水平,但是毕竟这是六刚机,发动机的输出线性, 是数据不能体现的,驾驶感受的好坏,更不能由数据来判断, 当然,这和变速箱的匹配也有很大关系, 跑高速的时候,我130麦的速度巡航定速,转速只有2100转, CVT变速箱有很大功劳,这样的话非常省油, 大六的油箱有80升,又一次,加满一箱油, 我从河北老家衡水,一口气跑到了银川, 1100公里,还一路上坡,省油仅限于高速并且匀速行驶, 如果一直在市区跑,走走停停, 百公里十二三升也是很正常的, 再有就是这车烧机油是真严重, 1000公里平均要烧掉一升机油, 好在这个六刚机的机油容量也比较大, 少二升的情况下也不会报警, 此图来自网络不像某些四缸的, 奥迪车主,经常在满路边就打开前机盖加机油, 说实话,真的好尴尬, 奥迪你就不能走点心吗? 最后来一张大棚展示, 虽然他很老了, 虽然这几年修车的钱, 总共得五位数了, 虽然他一直烧着机油, 但这都不影响我爱他, 红灯起步的时候, 把66挂上S档, 油门2000转, 就开始往前窜了, 而这会儿, 涡轮增压的车, 估计涡轮还没启动呢? 66这几年也见证了我的成长, 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气顶神闲, 开66的时候, 不像其他偏运动的车, 总想着身踩油门来撒欢, 总想着让别人看不见尾灯, 开着66的那种底气, 就像揣着两万现金逛菜市场, 什么都无所谓, 一切都很轻松自然, 可是由于国家的种种政策, 我也不知道, 大六还能赔我多久, 如果真的有一天不得不去报废了, 那我也会一直怀念他的, 或许, 这就是经典, 这就是经典的运动的运动的运动,